原标题网友张鱼奇 即将成为第二个黄毅张鱼奇和原巴事件再次升级 这里一对欢喜愿意着也闹得不可开交张鱼奇 在自己经纪人的打造下 也一度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与原巴的婚姻也是一直传出各自不合 现在两个人更是在朋友圈以及微博上开私 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两个人 走到如此地步的男人没有男人的样子 其实是离婚了不能好就好散吗 小鱼一直觉得不要找什么爆发互当老公 就算最后没有走到一起 他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搞出你这种人报复心里极强 没有素质和涵养遇到了 算自己倒霉 对于张鱼奇和原巴能走到今天也是怪张鱼奇 自己欲人不输看人不准 非常优秀的自己 不应该依附他人自力更生 才是完到离婚了还要闹得沸沸扬扬 男人不仅不保护自己的女人 还到处大肆宣扬过往的点点 滴滴没有一点美好可言 全部变成笑话 就像张鱼奇自己说的 带给孩子了无尽的伤害 尤其这么可爱的一对龙凤胎 多么令人羡慕原巴和张鱼奇的婚姻 本来就是一场错误张鱼奇 把原巴想得太好了 原巴把张鱼奇想得太完美了 正值生活之后 发现彼此的缺点 就不再互相包容 开始各种挑刺走到婚姻的尽头 他们不像杨丽和刘凯威 一别两宽好聚好散 他们会和黄义清和黄义一样 变成仇人对于原巴和张鱼奇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